欢迎收听3月11号明日Pax 陈坚即时新闻 今天封面逐渐通过 计算署表示今晚开始各地气温就会稍微下降 北部东北部是越晚越冷 低温大约14到15度 恰地区是16到18度 今天这波冷空气会影响到明后天 北部最冷会下探到12、13度 水气气温条件配合的话 中部以北3500公尺的高山 可能会有路面结冰、下冰线或零星的降雪几率 苏丹红食安风暴延烧 精湛公司最近验出了一批含有苏丹红的辣椒粉 流向了九县市 包括了新竹县的十全特好食品有限公司 新竹县卫生局到场集查 将612箱的相关产品全数都查封了 另外也有胡椒盐受到波及 不少台湾小吃炸鸡、盐酥鸡都受影响 像是胖老爹、伟大都要求厂商给SGS的报告 国民党立委提案修法推动不在即投票 相关的法案招付内政委员会来审查 其中开放境外 通讯投票引发了争议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招柯建民就说 通讯投票违反了宪法的秘密原则 而且有遭中国介入操作的可能性 吴森耀他更质疑国民党推不在即投票 等于是大啦啦的为中国戒选打开后门 日本共同事报道 根据9号所公布的中国核能年建 中国核电厂2022年排放废水的含辐射量物质川 高于在311大地震当中发生 辐射外泄灾变的辅导核电厂 从去年起开始排入大海的核处理水 差距达到了9倍之多 而且中国15处的核废水含川量 都是远高于辅导的 美国总统大选竞争越来越激烈 现任总统拜登跟前总统川普 在各自的党内大获全胜 两人笃定在11月的总统大选重演4年前的对决 拜登跟川普都来到了关键大洲 乔治亚州来造势 两人是炮火全开 新民的火烤两池餐厅可利亚 全胜持情在全台超过40家分店 经营56年的时间 现在来到了第三代 而外在高雄的最后一间分店 周六晚间提出了公告 宣布4月底要结束营业 业者说主要是房东 另有考量不再续租 再加上餐饮业缺工 忍痛决定 结束品牌 什么水库蓄水率跌破了五成 让人担心又要缺水了吗 北水分属解释 因为进入了一起到座的灌溉期 用水量比较大 所以蓄水量下降明显 而目前已经从翡翠水库 北水南调 进行人工增与来应应 另外桃园市府也规划了七口 备用水井已被不时之需 随着第三波春雨报道 预计带来的丰沛雨量 可以让水情缓解 全场5.56公里总金费高达 376.93亿元的捷运系东线 掀起工程首次开标 由于无人投标 导致流标收场 新闻市捷运局表示 近年缺工 工资还有物料都涨价 厂商投标的意愿降低 尽速警讨之后 会做第二次的招标 丽萍在今年就可以动工 以上新闻由民事新部制作 感谢您收听 更多新闻内容锁定下五点半 民事PAX晚间即时新闻